中共近期加大宣傳將自己重塑為 全球抗擊病毒行動中領導者的形象 不過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認為 病毒來源於中國湖北、武漢 如果當初中共當局不隱匿疫情 將會大幅緩解中國大陸和世界疫情的流行程度 武漢被炎造成各國疫情持續惡化 目前義大利、伊朗和韓國的感染人數不斷攀升 義大利是中國以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由此延伸歐洲27國全部淪陷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萊恩認為 中共當局沒有在武漢胃炎初期就正確處理疫情 讓世界各國浪費兩個月的應對時間 3月11號 奧布萊恩在首都華盛頓的智庫傳統基金會說 病毒來源於中國湖北、武漢 在這場席捲全球的危機中 中共當局掩蓋武漢爆發疫情的警告 才使得病毒擴散到六大洲 擾亂金融和石油市場 並導致了各種活動被取消、學校停課等 在中國疫情爆發的開始的時候 美國已經提出了派專家來協助中國 不單純提供了物資 最主要是中國最需要的這些高科技的醫生 把這些從事這種疾病、傳染病的專家 要派到中國 但中國都拒絕了 去年12月30號 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 是第一個將類似SARS病毒檢測報告 轉發給醫生圈的人 也因此才有了1月初 眼科醫師李文亮等8位吹哨人被公安訓誡的事 最近他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表示 經歷多位醫護同僚染疫倒下後 後悔當時沒有勇氣說出真相 不過這篇專訪被中共當局封殺了 武漢肺炎延燒至今 中共持續瞞報疫情 還在進行封口行動 只能是服從這種政治任務 犧牲了就是患者的以及醫護人員的安全 導致了這種疫情向全世界方向擴展 隨著中共當局大力推動復工 並嚴懲所謂的造謠者 中國目前出現奇蹟式的疫情零增長 3月10號 習近平到訪武漢 並調中國疫情已經控制住 市委秘書長譚德塞3月11號才宣布 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階段 網友質疑 譚德塞還在替中共推卸責任 武漢肺炎在歐洲快速延燒 力挺中共一帶一路政策的意大利 主要引入大量中國勞工和商人 病毒在無形中快速傳遞 淪為歐洲最大疫區 加上中共提供的疫情數據不可靠 影響他們對疫情的判斷 在他們的整個人文結構和相關裡面 他不會想到中共有這麼的壞 所以當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他總認為中共即便是提供了一些虛假的數據 他們也不會想像到這些虛假的數據如此之假 所以導致了意大利變成了一個這樣一個災難性的城市 相反的是中共的老大哥俄羅斯 以及中共的小弟朝鮮 他非常明白 他們非常了解中共的一切套路 在最早的時間封閉自己的國界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3號發表一份報告 指責中共當局從去年12月底開始 就嚴厲審查有關病毒爆發的新聞和討論 報告指出 這種審查制度 可能限制與疾病信息和預防有關的重要交流